刚才我们看了 圣衣的浴室 其实老公的东西并不多 所以老公平时不富服吗 老公会像我一样 用很多杂的东西 然后自己去当小白鼠师 他基本上就是很 那种一样 他就认准一个牌子的 一整套 对 然后他就一直都买它 然后就不换的那种 你老公是这样的吗 我们家的浴室 就属于没有分区这件事 没有说这个是他的 这个是我的 这些都是我的 然后他在其中挑他的 但他会问我 那老婆用哪个 我就跟他说 我说这个是水 这是乳液 这个是精华 这个是眼霜 这个是面霜 他就会自动把我中间 两个环节去掉 但是我发现有些男生 一块肥皂打天下 现在真的还有这样的人吗 有 不要说一块肥皂了 整颗头都是不分的 就是一块肥皂 是吧 从脸到头 是整个这样子洗的 你这样好像说的 我们太不精致了 我身边其实也很精致 但是他也很爷们的那种 不论挺 以前我们一起注册了 他面膜有好多面膜 膜脸的也很多 但是也有那种很糙 从来不收拾 但是特别干净的那种 我有一个好哥们叫陈友伟 除了舞台演出 就是平时录节目 他几乎都不化妆的 只洗个脸 然后什么都不弄 但是皮肤特别好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男生都会用很多 精华 面膜 用的比女生还多呢 就很懂得有些男生 说到没有